大家好,我是阿波罗 又到了我们快玩快打的时间了 今天是第十七 开始了 德国人养的最多的是什么品种的狗 第一,德国牧羊犬 第二,腊肠 第三,德国钢毛指射犬 第四,拉布拉多 第五,金毛 纯种德国牧羊犬 大概卖多少钱一只 平均价格800欧左右 折合人民币6200多 德国男女比例是多少 德国有8300万人口 女性占50.7% 男性占49.3% 德国人一部手机用多久 有50%的人 大概一年之内会换一部手机 只有8%的人 会用一部手机超过两年 德国中餐馆多吗 德国人喜欢中餐吗 在德国中国餐厅很多 在德国有1万家以上中国餐厅 中餐的说话您程度排第三 第一是意大利菜 第二是希腊菜 很奇怪 我不喜欢希腊菜 德国人喝开水吗 一般来说德国人不喝开水 特别是热开水 我们比较喜欢的是冷的汽水 就是带气的矿泉水 热饮的话我们喜欢喝咖啡和茶 不过热女娜一般也不会喝 也许小孩偶尔喝 在德国有没有咸豆腐脑甜豆腐脑之争 在我们巴法利亚人们比较喜欢喝醇的 FICE BEAR 就是小麦皮 中国人也许比较熟悉的是教室啤酒 FRANCISCANA 这个就是我们母泥黑的 在北方柏林那边 人们比较喜欢往白皮里面加香蕉汁 这个巴法利亚人受不了 但其实我挺喜欢喝 德国男女生出业是几岁 男生平均17.1岁 女生平均16.8岁 德国人会不会上火 这句话你经常说 但是我一直都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什么是上火吗 我不太知道 比如说你吃个火锅特别辣 脸上会不会起豆 不会吧 为什么会起豆 跟吃辣的有什么关系呢 那比如说你最近心情特别不好 压力比较大 中国人就会说 我最近因为有点事比较上火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比如说 嘴破了呀 哪儿生病了呀 什么皮肤不好啊 会不会 这个也许会吧 我们在西方也觉得如果压力特别大 你有很多这种紧张 这种感觉这种情况 你会对 但是在西方我们觉得是因为你睡得不好 所以你整个身体出了好多问题 皮肤的问题或者什么的那些那些东西 那其实就是说你们觉得这种所谓上火 就是休息的不好压力比较大 对 就是大部分 基本大部分 他们觉得 只是关于睡觉睡眠的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德国人会不会上火 那也就是说你一旦上火了 其实就是好好睡觉 好好吃饭 多喝热水 不喝热水 喝汽水 德国人爱开自动挡 还是手动挡的车 德国人爱开手动挡 他们觉得这个在很多情况下 比自动挡好用 但是现在新车自动挡比较多 德国目前自动挡的车 有大概47.5% 德国人相信中医吗 德国有没有中医诊所 我在一家德国医疗网站上 看到了一篇文章 有61%的德国人 希望在生病的时候 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治病 还有德国人很喜欢中医理念的针灸 在德国很多城市都能找到中医馆 另外我们也有中国朋友 在慕尼黑开中医推拿诊所 生意也非常火爆 在德国从事汽车行业的人有多少 目前大概82万3千人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希望你们喜欢 下一期的问题我们还没准备好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问我的话 请在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点赞 关注 转发 整笔 下期再见 拜拜 第五 近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